我們今天下午 有一個新型2019冠狀病毒的確診個案 那這個個案是昨天晚上 從武漢 飛回台灣的 一個台商 那昨天晚上在機場 直接就隔離 由我們的登機檢疫 發現他自己也主動 通報他身體有不舒服 那經過我們的發燒篩檢 也確實都有發燒的情況 所以就直接從機場就隔離 送到醫院做隔離檢疫 那我們採檢之後 跟X光的檢查 確認是一個 我們這樣的一個 等於是武漢肺炎的一個確診的定例 我們來看看 這個隊長 可以接著 我們來看看 的確診